Family Island 家庭之島 不得了了 今天發現了一個海島手遊 超可愛的啦 他很像也可以管理自己的農場 我們先一下玩法教學 他玩法教學呢 就是一開始先按照他的任務去採集一些果實 哇 他裡面真的很精緻啊 你看還有什麼寵物啊 這款我覺得還蠻有意思的 然後其實就只要消耗上面的精力就可以做 一開始他會先教學一下 他是我們房子的升級 我非常有意思喔 而且他有反中版 啊 你們就是一直解下去啊 OK 啊 他有商店啊 這樣做才 做才 我非常有意思 你看 一開始我們就教他怎麼玩 那玩法很簡單喔 就是一直這樣下去 所以前期的升級攻略的話呢 前期的升級攻略就是解他的mission OK 那這邊也可以選擇我們要的食物直接去煮 非常有意思啊 然後再來就有桌子了 是嗎 哇 石頭都可以清理了 超有意思的 超有意思的 唉唷 是把他升級嗎 喔 我們就可以開始收集材料了 那一開始都在教學喔 教學 那我們石頭可以用來做什麼 吃東西 從這邊就可以吃 等於是又有一個家庭耶 哇 太不得了了吧 還一男一女 然後我們有獨特的寵物喔 我非常有意思 然後有人說這次經歷耗太快 前期都在教學喔 所以你看我們的經驗值一直在獲得 你把他帶走之後你又有經驗值 你看 你看你看我們快升等了 所以前期的升等攻略跟他的一個玩法 玩法就是一直這樣升級下去 然後你就得到XP 開始制 有這個之後我們可以開始做我們要的東西 所以各位觀眾可以看一下我的上面的 有左上角的經驗值 我們就把它收集起來 OK 我們快升等了 因為前期啦 基本上都是 都在教學啊 我們在那邊把它升一升 有沒有 快升等了快升等了 啊 升等了啊 這個就是升級的攻略了 就是一直解下去 它有你的那個材料包啦 容量 有些 上層 非常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 你把我的想念 想念 全都想念 建造石器廠需要木棍 所以它會引導你說要什麼東西 非常的有意思 跟你講說你要怎麼去升級它 大家就這樣一直解下去 收集相對應的素材解下去 哇塞 也太猛了吧 不要這麼猛嘛 再來就是有海心眼 哇 怎麼辦啊 我覺得好有趣喔 在這裡在這裡 然後你們就以此類推 這樣一直農下去 一直給它任務給它解下去 你就可以升等喔 然後東西就越來越多 像這邊就是海星兩顆 那海星的話就是在海邊這裡 你看這邊有一顆 非常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 哎呀 夠不用的啊 應該應該會很耐玩啊 這款 果然得上去都怎麼樣呢 OK 剪蘑菇了 OK 剪蘑菇了